女友认为乔建国绝对不是掏肠恶魔 他说乔建国释放以后 家人对他还是不错的 父母姐姐让他居住在家中 给了他基本的生活费 老教三年期间 乔建国终于戒毒成功 他还是爱喝酒 相比吸毒已经是好多了 可以重新做人了 乔建国是老教过几次 也没有干什么大的坏事 只是一次道歉和两次吸毒 他身材高大健壮 长得也不错 有男子气 2004年3月14日 我在酒吧喝酒时 认识了刚刚出老教所的乔建国 我们两人一见头缘 很快确认了恋爱关系 并同居了 准备近期结婚 我在社会上闯荡多年 有自己的店和积蓄 正想找个男人 一起好好做生意 我和乔建国 决定恋爱关系后 决定去北京 做兰州拉面的生意 我们已经做了前期的筹划 连在北京的店 也看好了 你们说的乔建国 多次离开张业 是躲避警方的调查 这是瞎才 8月10号 我先去北京 谈面店的事 乔建国 也在8月25日 从张业坐火车 到北京同我会合 我们两人 在北京住了几天后 为了找一个拉面师傅 我让他独自 于8月31日返回张业 找到师傅后 他又于9月5日 从张业乘火车回北京 谈好店的事 下面就是要付租金 我让乔建国 于9月17日 再次返回张业 从家中拿些资金 以上的来往 完全是为了做生意 根本不是什么躲避警方调查 回来后 乔建国还打电话 叫我也赶回张业 他说是 全家好好过个中秋节 然后在张业 举行完婚礼后 再一起去北京开店 我9月26日返回张业 才听说你们 已经把乔建国围在家中 自从和乔建国认识以后 直到在北京 最后一次见面分手 我已经和乔建国 相处数月了 期间我们都同居在一起 我对乔建国比较了解 我从来没有发现 乔建国有什么反常的行为 也不相信 他会做出 逃长这种惨案来 当然 乔建国经常喝醉 酒后 偶尔也会闹闹事 但哪个罪汉 不闹事呢 乔建国吃了这么多年的苦 很珍惜和我的这段感情 也想好好开面店 好好过日子 我们的店 马上就要开业了 马上还要结婚 不管从哪个角度去想 他都没有理由 去做那种残忍的事情啊 一同来的乔建国的母亲 也表示 儿子不会做出这种事的 看到乔建国同女友 关系很好 又要开店 我们都很高兴 我和他的几个姐姐呀 都兴高采烈地收拾新房 为他做结婚前的准备工作 惨案发生的那段时间 我和老伴都在四女儿家住 家里只有乔建国一个人 就在9月20日 凌晨小花案件发生的早上 我还回过一次家 乔建国和他醉醺醺地 躺在床上 我就给他盖好了被子 拉灯后才下楼的 听说你们调查他 我和他姐姐问 掏肠案件是不是他干的 他也一口否认呢 听了乔建国女友和母亲的介绍 警方也颇为狐疑 掏肠恶魔 有可能一边谈恋爱 一边这样的掏肠杀人吗 这显然不太符合常理 根据之前的罪犯分析 掏肠恶魔应该是一个 极度仇视社会和女性的人 正常来说 掏肠恶魔应该是社会边缘人物 或者社会底层 家庭关系不和睦 尤其同母亲或者女友的关系不和睦 这才会杀人掏肠 报复社会和女性 诚然 乔建国之前确实符合这个标准 他34岁的年纪就劳教十年 又没有正当的工作 而且还吸毒 似乎人生已经没有了什么纸吧 可是认识这个女友 或者说未婚妻以后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乔建国已经戒毒成功 生活感情事业 已经完全地走上正轨 甚至还有出人头地的可能 而母亲和姐姐对她很好 全家为了他们面殿的事 和婚事忙来忙去 乔建国身边的女人 个个都对她不错 她压根就没有极度仇视的女人 就像女友说的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 乔建国似乎没有作案的动机 也不符合掏肠恶魔的心理呀 就从作案时间来看 似乎也不太可能 8月10日 女友刚刚离开乔建国 去北京筹备生意 两天后的8月12日 乔就杀死阿林还掏场 9月17日 和女友在北京会面返回张业 仅三天后 她就袭击了小花 和女友家人相处 其间 他们都反映了 乔建国一切正常 那么 为什么刚刚一离开女友 乔建国就迅速的作案呢 这说不通啊 一般 连续变态的杀人犯 都是因为工作 感情陷入绝境 才杀人泄愤 还从没听说过 有谁生活感情 变顺利以后 还抢着杀人呢 不过呀 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 警方自然 是要先抓捕乔建国 再说下话 专案组的负责人 亲自同乔建国对话 答应由其母和女友 接她去做尿检 对峙了九天九夜后 二十九日的下午四点 乔建国终于同意 去做尿检 刚刚下楼 乔建国便被埋伏的民警 抓获了 警方立即对乔建国 进行突审 审讯中 乔建国承认 袭击曹某和彭某的案子 确实是他做的 不过 这都是酒后 骚扰妇女的案件 绝不是杀人 对于袭击曹某的案件 乔建国的解释是 当天我喝多了 在烤肉店门口 看到一个女青年 离我不远打电话 醉眼朦胧的 我觉得她就是那个报警的 卖淫女何某 那个案子 你们也知道 何某骂了我 抓了我的脸 我才推了她 拿了她的手机 后来我把手机还给她 她居然还报警 还让我赔了医疗费 这事后我 我一直挺生气 我上去一把就掐她的脖子 将她摔倒 问她是不是何某 我发现她不是何某 加上那个女的 高声尖叫 还有人跑过来 我就走了 对于袭击彭某 抓她下身的案子 乔建国也有说法 我是抓了她 这我承认 我当天去那个小区 找人要账 敲错了门 那个女人开门以后 我觉得她的打扮 是个卖淫女 就要求嫖娼 还出了架 彭某不愿意 还骂我 我一怒之下就推倒 垂了几圈 抓了她下身一把 然后就走了 对于阿玲和小花的遇害案 乔建国却坚决不承认 在审讯中 她翻来覆去的就是一句话 这两个案子真不是我做的 你们要是掌握了证据 就枪毙我吧 确实 如果说所有的案子 都是乔建国所为 也存在逻辑上的漏洞 有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